Hello 你们好 首先让我说说我的slogan好吧 我是带你一起变瘦变美更健康的肉肉 没错 好 今天的视频是这样 上次直播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我要瘦腿 肉肉 我要瘦腿 然后在瘦腿的所有问题里面 问到最多的就是瘦小腿 有宝宝问的 说肉肉我想跑步减肥 但是我又担心跑步会让我的小腿变粗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那么首先如果你在进行的是快跑 那么这项运动确实需要爆发力 它可能会让你有小腿变粗的隐患 所以对于各位小仙女来讲 我更建议大家选择慢跑 慢跑首先它是一项中低强度的有氧训练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充分的燃烧脂肪 对于我们的女生来讲它已经足够了 那么另外你也不会担心有小腿变粗的隐患 那如何判别你现在的运动 你现在的跑步的速度是中低强度的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我的呼吸是这样的 对我想说话 我可以说话 但是比较急促 那么就好 这个强度就OK 如果你已经到达了不想说话 甚至是不能说话的地步 那么你的强度呢就会过高了 好 那另外还要注意就是在跑步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拉伸 还有就是注意我们跑步的姿势 那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会想 小腿的形态变得更好 小腿的形态矫正之后 我们会不会有长高的可能 首先我要告诉你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未满17岁的少女 确实你还可能有长高的这个机会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我们只能通过小腿矫正 小腿改善的训练 去拉高你视觉上的身高 让你看起来更加高挑 1米6的身高 有看起来1米65的效果 那这就已经我觉得足够了 那我们也会想到啊 有一些我们看起来比较 不是那么高挑的女孩子 我们往往向下看 看到她的小腿 会有一些弯曲粗壮的问题同时存在 所以其实我们让小腿的形态更好 也能够从视觉上 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高挑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你要知道 对没错 就是通过训练来搞定它 那你可能又会担心 会不会很累很烦 没有时间怎么进行 那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训练 其实我们通过双手就可以进行 那每天睡前5分钟 一周你就可以看到效果 那你去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你的小腿可能已经悄悄的 瘦了两厘米 好 我们来试试吧 好 我们先来完成第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我们借助双手 对我们的小腿前色筋骨前肌 进行重新激活 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状态吧 大家也能看到我的小腿 两条小腿的状态不一样 我的右侧的小腿 后侧肌肉会异常的粗壮 相比左侧来讲 小的时候跳舞 所以我的右侧小腿受过伤 然后小腿后侧的肌肉 就会比较的粗壮 那不仅是走路了 我可能坐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稍微一紧张 这个小腿后侧的肌肉就开始发力 开始紧张 开始收缩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进行平衡 进行调整 我们要对小腿后侧的肌肉进行适度的拉伸 同时去重新激活 特别是我们的筋骨前肌的力量 好 这个时候我们保持双脚脚强踩地 我们要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足内翻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脚底的内侧 慢慢的向上抬起 去远离我们的地毯 这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足内翻的动作 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勾脚背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的踝背曲的动作 让我们的脚底慢慢的向上去抬起 两步动作同时进行来启动我们的进骨前肌 我来试一下右脚 你就会发现我的右脚非常的鸡肋 抬不起来 所以这就是进骨前肌 状态不加所导致的 这个时候我就要努力的向上 去尽量完成一个足内翻 和我的脚背 那要去勾脚背的动作 好 我先来做左侧 让它状态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双手来进行按摩了 我们将双手的手掌重合 然后我们利用我们的手掌的外侧边缘 来进行轮刮 那么位置就是从我们的脚背上方开始 那在我们的进骨的前外侧 拉动 直至我们的膝关节的下方 好 慢慢的向上去拉动 同时保持我们的脚掌做一个回勾的动作 并且做足内翻的动作 拉动的过程中你要注意两点 我们先用力向下按压 然后自下向上单方向的来进行拉动 你需要在睡前去重复20次的练习 好 完成之后 缓慢的放松 再来进行换侧练习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动作 那我们就需要去对小腿后侧的肌肉来进行按摩 我们小腿后侧的三头肌 那我们的鲁鲁已经就位了 我要在她的腿上来做一下示范了 好 我们先去找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会观察到我们的小腿 由粗慢慢的向下变细 那我们就去找到这个粗与细交界处 那么在这一条直线上我们找到它的终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我们的大拇指 在这个终点处向下按压 并且以顺时针转动50次 然后逆时针去转动50次 如果我们的女孩子力气比较小 我们就可以用双手 那一只手的大拇指在这个位置向下按压 那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去按住这个 我们的右手大拇指的指甲盖 然后双手一起用力 顺时针进行按压50次 然后再来进行逆时针的按动 感觉疼不疼 好 那么第二个点呢 依然是在这条直线上 靠近内侧的三分之一处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来进行按压 好 它是我们小腿后侧积筋膜的重要的交汇点 我们依然顺时针50次 然后逆时针50次 好 走完一侧呢 再来进行划算练习 但是这个动作要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生理期 或者是孕期 或者是产后的早期 不要来完成这个练习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对痛比较敏感 那在按压的过程中呢 你要适度用力啊 不然的话会让你感觉到很难受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靠墙 再来完成最后一个动作 好 那这个动作呢 你们就要像我这样啊 先躺在我们的这个墙壁的前面 然后把我们的臀部靠着墙 双腿搭在墙上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个动作 我们会更综合的来进行练习 我们要对每一个肌肉 构成的这整条线路 来进行更综合的调整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我们就从小腿近骨前侧肌肉 开始出发 那首先呢 我慢慢的做一个脚掌回勾的动作 然后配合足底的内翻来进行 好 感觉到颈骨前膝发力 然后我们第二步 慢慢的随呼气伸直双腿 感觉到大腿前侧就有发力 好 那么第三步 我慢慢的低头向下 下巴找向胸部 头是第四步 收腹 配合卷腹的动作 让上背部离开我们的垫子 好 手臂伸直即可 对 就在这个位置去保持五次均匀呼吸的时间 脚掌回勾 足底内翻 双腿慢慢的伸直 同时收紧腹部 对整个我们身体的前表现来进行调整 保持一下 好 同时我们的双腿处于这种倒置的位置 由于我们的双腿 我们的小腿离心脏的位置更远一些 所以更容易产生这种肿胀的状态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不给我们的脂肪的囤积有任何的有力的条件 好吧 坚持一下 保持一下 最后 二 低头向下看 一 好 呼气 花瓣增落下来 还有一点 在练习的时候 你要保持双膝指向正后方 好 那么你需要去完成20次的练习 如果你觉得比较有困难 10次的练习也是OK的 每一次练习中 去保持五次均匀呼吸的时间 好 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